欢迎这同学 但是我跟你讲 当时我也有一个神势 真的 看两队 本来我不懂球的嘛 但是我的一下我就觉得 德国能赢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这个镜头 从天上照过来啊 那个体育场的阴影啊 把那个草坪弄的那个绿色呀 弄得有点那个暗绿 你知道吗 我一看这不就是德军军装的那种橄榄绿 那种颜色吗 你这个很有南美球 南美球迷的份 那种特别细的那种 按球评的说法 你这个很有想法 你这个球迷很有想法 总之 美国有个电影叫什么 Independence Day 什么叫独立日 今天被中国球迷们命名为 裁判日 我们可以看看 你看中国球迷命 命今天的主题 他们的这个说法 中间还加个逗号 裁判日 日耳曼 终于日了日不落 然后你再看下边 说要这样 可以算没劲 你再看下边 鲁尼跟这个裁判讲 长眼睛了吗 眼睛干嘛使的 你再看下边 小贝 在场边基本上是英格兰吉祥物 小贝里 你看啊 那个主裁又后边 那位啊 他的表情直在那画实字 你知道吗 实际主要是他看的 然后你再往下看 这个徐老师上海网友的这个解读 徐老师给讲讲上海话 那个裁判说 能虚无啊 能虚无啊 你虚无啊 你虚无啊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 小贝 那个大概原来讲的是 近了那么多距离 你还看不见吗 可他把他翻一层 更衣室里有这么长的一把刀 等一下杀掉你 哈哈哈 咱们看看下一张 杜不探脓 杜不探脓 你瞧 这位中国网友说 猪他们都看得见 你都看 是不是对人类理性 人类智慧的一大侮辱吗 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这个 你刚说这个规则啊 我觉得这个足球的运动 恰巧反映出两个矛盾 不是黄拳 而是一方面这个足球 他英国人发明的时候啊 他们特别尊重游戏规则 第二就是他的保守 这两者会矛盾的 什么意思呢 游戏规则是什么意思 就是英国人呢 他们制定这个法治文化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球赛 一开始规矩 全是英国人搞出来的吧 他们就严格的规定 任何场上大家争吵 最后判决的就是裁判 你无论如何要尊重他 你最后被他影响 他误判 你还是得尊重他 这等于法官也会错误 但是你要尊重他 但是不是不能改呢 不是 你可以改 但事后才改 你事后改 判完之后 事后比如说你更改游戏规则 或者怎么样 这是可以改 但是现场的结果是不能改 对 没错 但是啊 这里就看到他保守的地方 这保守保守在什么地方 你 我发现大家都在骂这个FIFA 现在都说FIFA世界杯 他们非法 说这个布拉德嘛 但其实啊 真正能够决定 球赛规则要不要改 比如是抓不抓鹰眼的 并不是FIFA本身 而是另一个机构 那个机构呢 叫IF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 IFAB FBI 你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吗 所有你要加一个新的规定 你要装新设备什么 都要经过这个组织决定 这个组织呢 是八个成员来决定 四个是FIFA代表的 另外四个你知道是谁吗 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尔兰 还有威尔寺 哦 这是发源地的感觉 对 这是因为球球是他们发明的 那所以说你要看 这是最保守的一种状态 这说明什么 英国报应了 制定规则者必死于规则之下 这规矩是你们有分定的 但是你知道 它背后是有哲学基础的 它的哲学基础 英国理论叫厚布斯嘛 他就是说人类呢 他有两个理论 他就说人类呢 一定会互相残杀 人类要最大的 自然状态 要最大限度的争取自己的利益 因此呢 我们大家要牺牲这个争夺的权利 要交给这个kindorship 就交给王权 因为如果没有王权呢 我们谁都走不出这个房子 我们大家都争 你看足球的整个游戏规则 就是他假定是争夺的 你死我活的 但是大家都把权利约定了 交给这个执法者 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对 怎么来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王权 但是过去他有一个假定 就是说第一这个裁判是内身外王 他非常纯洁 他不贪污 第二了 你现在我给你插一句 网友一人肉搜索呀 这个拉里昂达呀 曾经被乌拉圭裁定吹黑哨 不准参加韩日世界杯 曾经一场比赛罚了六个 不是六个红牌 对了 所以我们不讲这个个人呢 就讲他游戏规则制定的时候 他是这样假定的 就像我们一直假定皇帝是好的 但是过去是事情看不清楚 现在是有电视直播 现在的事情是等于 昨天这个球就等于美国打伊拉克 全世界看得见 你这个误判 但是结果呢 那么多人命就死在这里 但是没有办法来纠正 为什么足球还不纠正呢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足球 现在变成了一个最不民主的运动 而且啊 还有一个运气的问题 我觉得我的朋友 封言诚也说的对 就是这个英格兰呢 红衣服没穿好啊 穿了红衣服就是中国对啊 而且那个什么兰帕德 他们说兰帕德不能对德国 他的名字啊 他怕德呀 咱们去一下广告 时间有限啊 下一趴咱们上天补食两分钟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上天补食两分钟